大家好,我是鱼妹 我今天要分享一个泥丘的家常做法 哎呦,这个泥丘抓都抓不住了,是跑出来的 现在我们往泥丘里撒点盐 然后下手时间给它搓一搓 把泥丘身上的棉也给它搓下来 加盐是为了让泥丘吐出肚子里的粘东西 时间给它搓一搓,然后再给它焯下水 抓好后加入汽水,给它汽水干净 这个泥丘是不需要开潭处理的 水开后给它倒下去焯下水 加盐和焯水是为了去除泥丘表面上的粘液 看看现在全部都掉了 然后焯水两分钟后给它捞起来,再清洗干净 现在泥丘身上已经没有粘液了 都很干净了 现在我们把这些葱姜蒜给它切一下 姜跟大蒜切片 葱姜蒜切成葱花 锅里放点油 油温漆成了 加入葱姜蒜炒香一下 还有小米椒 干辣椒 干辣椒 炒香后加入豆瓣酱 炒香后加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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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出红油后大陆擦好水的米粥 炒出红油 炒水 炒出红油 入适量的鱼水 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入料酒 蚝油 加入生抽 再来一点鸡粉 盖上盖子 大火给它煮20分钟 20分钟后 再加入它 白糖 然后再加点盐 盐就加少许盐就行了 过半家里面已经有食物了 然后再来撒点胡椒粉 半炒鸡 给它轻轻搅动一下 然后大火收集一下就可以斩盘了 我把这些葱花也扫进去 现在可以装盘了 这个好吃的家常鸡肉做法 味道很好 入香油酥的骨头都可以吃 直接切下去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喜欢一妹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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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